双喜临门了 中国女兰呢 狂赢比利时 男兰空叫喜讯 姚明呢 等到了 哈喽 大家好 这也是大梦说求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了 今天的这条视频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兰的最新情况 就在昨天呢 中国女兰结束了对阵与比利时的比赛 本场比赛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了 最终呢 中国女兰也是26分大胜了 拿到了小组A组的一个第二名 对于比利时来讲的话呢 在和我们国家的女兰来打 占据体能的一些优势 理论上呢 中国女兰更有机会拿下比赛 但是我们的实力也是特别的强 直接碾压式的26分大胜 其实呢 对于这一次呀 能够取胜的关键还是有姚明的功劳了 我们大家呢 应该就是不知道呀 中国女兰主教练呢 早就有准备了 在第四节打出来的就是波多黎克的比赛当中呢 雪藏了我们很多的那些主力 其中呢 李梦 黄思 靖 还有就是杨立维 都是打了有时十几分钟 对于那些呢 核心球员消耗不是很大 彰显出来了郑威呢 对于这一些比赛态度 也是保证呢 当时球员们的一些体呢 包括呢 我们的主篮鞋呢 就是姚明在比赛结束之后 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李阅读 还跟她分析了一些就是技术动作 在篮板当中呢 就是卡位当中的细节 然后通过这些细节呢 姚明希望能够提高球队内线的竞争力 挑起来一些重担 好有疑问呀 李月如也是用了自己的表现 打服了比利时没有辜负 姚明对她的一些期待 姚明的做法呢 也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了 不得不说姚明呢 他就是一心呢 都是想着中国篮球 同样的南篮这一边呢 就是周琦的下架综艺是有定了 可以说呢 让姚明省信 在北京时间呢 就是在凌晨 周琦呢 在社交媒体当中晒图宣布重回NBA 东南墨尔本凤凰 不得不说周琦呢 对于 就是如今啊 再次想放弃离家近的新疆 奔赴海外打球也都是不容易的 希望他能够呢 就是带动更多人呢 出去打球 带动了中国南篮的一些发展了 那么大家呢 对于本期视频是怎么看待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 收查你自己的想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为各位分享到这儿 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 世界之大呢 无奇不有每件事的结果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预料不到的 但是呢 在最后真心祝愿屏幕前的各位 都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永远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